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 有一些老朋友 难得大家聚在一起 来来来 我们来拍一张照 我不要拍照 那么老了 拍照 愁死了 有没有 有 记住了 任何时间都有他自己的风采 不瞒你说 我不仅是欣赏我自己 我在画报上看到有些老人满脸皱纹 我觉得这是代表一种风霜 他经历许多的事情 我都把它拍下来 搁到我手机里 没事 这看看 哦 这是当年的大明星 歌舞明星 哦 这是谁 这是无名小卒 但是呢 宝经风霜 一个人如果对着镜子 来仔细的来看一看 不是美与丑 那只是给人家的第一印象 自己不能接受这个 自己要接受什么 你能够有这一张脸 是经历了多少年 走过多少岁月 看过多少人生 为什么你今天还能够照这个镜子 要有感恩的心 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活到老 可是当我们活到老了的时候 你要好好地来享受老年 老年不错 世会生病 体力 世会不如从前 很多老朋友世会走了 还有很多的事情 你没想到 你又没想到 当我们自己在生病的时候 有意识 有意愿 有人照顾 这都是幸福的事情 所以在自己有这些满足之后 包括你自己走路 虽然没有从前来得那么快捷 可是你要欣赏老的步伐 有老的步伐的感觉 你在欣赏 当你自己看到别的老人的时候 你用欣赏的眼光给予他 一个和善的笑容 同样的别人也会给你 这么一个和善的笑容 生活老年就是一种享受